好 大家注意看 蛋仔导广场中间的大黄蛋雕像 回归了所有玩家 都沉浸在大黄蛋回归的喜悦中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大黄蛋雕像的回归 让我们所有蛋仔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好玩的道具 你们难道不好奇大黄蛋的回归 让我们所有玩家 永远失去的这两个好玩的道具 究竟是什么吗 首先来看 一个永远失去的道具 它是广场中间的黑色铁锅 如果你在蛋仔岛上 也见过这口黑色铁锅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黑色铁锅 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黑色铁锅非常的结实 也非常的好玩 它可以承载住玩家蛋仔的重量 当蛋仔跳上锅口以后 它也不会碎 蛋仔还可以跳入铁锅中 自由地游泳 曾经的我们是多么的快乐 可是随着新版本 蛋仔导的更新 大黄蛋雕像回归了 可是曾经的黑色铁锅 它却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每一只蛋仔玩家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再来看 第二个永远失去的道具 它是火箭发射台 曾经的火箭发射台 它也出现在蛋仔岛的广场中间 它每天都在向太空 发射着我们玩家蛋仔 载着我们玩家蛋仔 去探索蛋仔岛的 附岛月球基地 可是随着新版本 蛋仔岛的更新 大黄蛋雕像它回归了 曾经的火箭发射台 道具也没有了 所以说 小伙伴们不要再开心 大黄蛋雕像的回归了 你给我们永远地失去了 黑色铁锅和火箭发射台 这两个道具 我实在太伤心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